继续看绑一图黄 呦这吧 配置还是很高的 换老师 星河 这边阵容上面的话 其实基球手啊 教授啊 昆仇啊 面对红夫人 都是没有办法正面对抗的 就讲道理都是一个镜子一刀 哎呦 好好尊呐 非常的尊呐 切过来下一个镜子 这教授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要么基球手过来保一手 不翻这个床 翻这个床可能会吃一棍子 你基球手不来保的话 这个教授应该是没有任何活路的 因为他的飞轮CD没好的 不保一手 也没办法 那就准备倒 一个镜子抬 包过来 321给我倒 现在要打吗 现在打不好打了 刚才打是可以的 就刚才在红夫人抬镜子的时候 其实基球手在旁边给压力 我觉得可以的 如果说能拖出这边教授的飞轮 教授飞轮躲掉这个镜子呢 相对来讲 因为我们上帝上来看 红夫人是没有闪现的 可能会有一线生机 至少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穷者 可能保平你还能写写剧本 真是应该写不出来了 前期两个镜子倒地的 用兵 抬镜子 找基球手 这边的话镜头 秘书飞轮 回身做防守 转进 还要来打 就要打你 玩的就是狠 基球手 这刀打到基球手 基球手很难受的 因为这个基球手 它是一个OB位 它是这套阵容 我觉得穷者唯一的一个机会点 希望 又有昆虫 这些都是软控 红夫人看这个镜子怎么拍 因为这边的话有飞轮 然后又有昆虫 镜子从外往 哇内包 一刀打中昆虫 教授这边 进一月 切一手 昆虫这边没卡住 但是有飞轮 有壳 红夫人 应该要再等一个镜子 应该要再等一个镜子 那幻老师这波扛刀 其实是扛出了一个求生者的 也不像翻盘点 我觉得保平的点 这里金身顶掉 飞轮交掉 往里走 哎 漂亮 可惜 你有照亮技 我有过墙踢 这个镜子怎么给他转过来的 就有的时候 讲道理呢 这个红夫人换成其他红夫人 这个教授可能都已经活了 已经去医院二楼了 他给他镜子一转 这教授还是倒了 倒了也就算了 还是个地下室 峰回路转 三台鸡 还行吧 还行吧 至少我觉得这个局 穷者保平还是很有机会的 还是很有机会的 我们来看看这边 击球手没有动作 傭兵 想救吗 吃野刀 吃野刀的话就必须救了 必须救 其实这种救呢 就等于说是给红夫人一些机会啊 因为穷者想要把这个局盘活成一个 斯林开门战 非常的渺茫 他得是红夫人出现一些失误什么的 才有可能 但凡不出失误的情况下呢 就是你看这边 这一轮救人 花了什么东西呢 花了佣兵的一刀 花了佣兵的一个护臂 抬镜子 往外切 过来找这边换老师 压住换老师这边的密码机 游戏 好像有点没法打了呀 那佣兵重新起机子 对对对 这个时候要立马重新起机子 看外面的机子 不着急啊 这边在等 等一个技能 等一个镜子 换老师这边有飞轮 拖一手嘛 闪现直接打 好狠 底牌切闪 把人挂上以后 这边要去抬佣兵 佣兵去救人 接手机子修完以后 去补佣兵的机子 上二楼 镜子抬不了我 这边的话 机球手也过来了 那不对呀 这一波两个人一起来救 两个人一起来救 昆虫这边是要过半的 两个人一起来救 密码机没动 但有一点就是 红夫人这边 应该也没有想到 是两个人一起来救的 这边机球手也过去了 红夫人也没有想到 因为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说都是怎么打呢 就是一个镜子 蓄力刀 哎呦 黄老师走位很小心 但是位置好像被卡住了 红夫人没有切过来 没有切过来 慢慢的走 机球手这边抢机子吗 抢机子 佣兵抢机子 机球手保 这局怎么感觉 有点盘活的意思呀 这局也能盘活 我们从 马后炮的角度来讲 你真别说 这波两个人一起来 就 他属于是绝处逢生 这个两个人一起来救 我们上帝世界来看 当时肯定是错的 因为你没有人修机子了 但是 红夫人也没有想到 你两个人一起去救 对吧 所以说呢 他这边没有站在原地 防守顶出去了 让这边机球手 把人给救了 距离比较远 然后呢 华老师又躲掉了这个镜像 你说没躲掉这个镜像吗 这个人是个挂飞 对吧 这边把机球手赶走以后 把人挂飞了 也是稳赢吧 这就是高分段的对抗吗 突出的就是一个峰回路转 现在两边的机子都有在修的 你管哪边都管不成 两个人拉开 揪手这边 去踢墙 我修我的机子 你管不管我 你不管我这边机子能量 你抬镜子管我 好那边修 红夫人这边底盘已经切掉了 所以他切不了船 优兵这边修机子 昆虫这边翻箱子 追机友手 也可以 这个机友手是没有大心脏的 阿闪 要不直接亮了吧 这闪现交了 要不直接亮了吧 我觉得这个不能再救人了 再救人没必要了 直接亮 快亮 快亮 对 买雪傭兵 有护币的昆虫 奈飞轮 直接亮 哎呀 红夫人来了 哎呦要命了 傭兵犹豫了一手 这种局就直接亮会最好 直接亮会最好 你去救这个机友手 这个机友手被针对 他没有大心脏的 红夫人这边镜子抬掉了 你别说昆虫这边能点门 昆虫这个门能点开的话 傭兵能不能走啊 要平吗 三秒钟镜子这距离有点远 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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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了吧 平了吧 平了 速换一个 快乐 ulya だ